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么台股因为相当接近18000点的整数关卡 也是历史的最高点 所以在这边股市就开始市场的风险一直拉高 那直接就开始快速的轮动 很多股票做得很短 可能前一天大涨 隔天它就跌 然后前一天涨的族群隔天休息之后 过一天之后又有不同的族群上来 所以今天从所谓的碳化系的族群 元宇宙或者是什么电池 电动车 今天又跑去涨什么滴润相关 矽晶圆跟光学股 那今天你看到强势的 如果你去追可能明天 它又变成在整理的那一个 所以那个资金轮动速度非常快 所以短线上来说 你就是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去追当天的强势股隔天 套牢的几率可能超过一半 甚至六七成 所以我今天在盘中的文章 我就提醒大家说 因为这个万八 非常的接近 指数 目前最高是17986 17986 7月份的高点是18034 就差一点 差一点 那因为现在的位置已经来到了这个头部区 所以有卖压是难免 是难免 但其实卖压并不算重 只是说市场 就是那个当冲 隔日冲 现股当冲 那个融资的当冲 真的非常的盛行 所以盘中拉上去的 常常尾盘就掉下去 那今天手术的不见得明天会继续涨 操作上相当大的难度 所以提醒大家 你在操作的过程要有点耐心 尽量买那种 就是说它maybe过高 但是拉回 或者尽量在买在回档盘下的时候 那如果说它本身就是强势股 整理完之后它还是会强势 因为它的趋势不变 尽量不要再买那个 创高的那个当下 涨7、8、8、8、涨心板 很容易隔天就会先逃 但是如果说趋势不变 因为轮动很快 碳化系、元宇宙、电池 现在又变成光学股 然后滴润股 长完之后那轮回来 可能碳化系、元宇宙又要再往上 所以你只要趁着它在整理的时候 稍微压回或者跌的时候去买 你就算套也是短套 但只要它又轮回来 绷个两下又创新高 Longer可能就十几二十% 所以变成那个买点非常的重要 除了选股之外 买点非常的重要 尽量不要去追当天的强势股 不然可能隔天你就会很痛苦 当然选股还是选明年最主要的几个趋势 那我今天在盘中文章我就有说 比如说IP股 金利科 碳化系 那8.121的月峰 今天小涨 7毛 来到54.3 股价再创分盘以来的新高 然后呢 这个收盘价位 几乎也是 收在 这个波段的收盘价的新高 就差这个58块的高点 只差一点点 所以是不是过高 IP股的金利科 开盘小跌 很快就翻红 连在平盘附近 震啊震啊晃啊晃啊 中场小涨6块钱收504 小涨只有703张 比起礼拜五量缩了一半 又是一个量缩 但是小涨 那个量缩到极致 其实从马干干净净 要涨不涨 其实一根量就上去了 IP股碳化系 然后 还有地轨卫星 那比如说 306的森达科 这个就是标准的 礼拜五涨停 今天又拉回 但 创高趋势不变 可能明后天 崩崩就过高了 所以大致就是说 年底资金就是会 环绕在这些族群 只是说它会用个轮动的架构 慢慢变高 趋势目前都不变 而且这些股票我认为空间都很大 那金利科 从10月8号礼拜一 那时候从397.5元先涨到410几块 连续三天都在11几 然后11月10号礼拜三的时候 那天高点411块平板是403.5元 那天我说 那个量级缩的味道已经出现 我就跟今天非常像 量只有礼拜五的一半 但打下去的卖压有限 尾盘收一个小掌 所以当量缩到极致的时候 其实你最容易看出 那个从往面的好坏 因为也分盘也分盘了 今天是分盘的 应该是第四天吧 想卖的前面两三天 好像分盘第三天吧 都卖的差不多了 到今天没有卖压了 尾盘收小掌 量缩到极致 筹码非常的安定 这我就跟当初11月10号的 量级缩的状况是一样 比如说那个只要一根量 它就上去 结果隔天就涨停了 11月11号涨停板 451块半 连两根496.5元 然后之后就来到500多了 532 538 531 然后礼拜四来到这波最高540 昨天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拉回 分盘第三天 今天是分盘第四天 量缩不跌 它就跟11月10号那天一样 当你重码面已经洗到一个最极致 超级稳定 所有有持股都不想卖了 短线前面三天分盘交易的时候 要走都走 重码都被吃掉了 我认为补量就往上了 补量就会往上 那我今天也在我的盘中的解盘文章 我就请大家就是说 最近我知道很多人 股价 从四百多长到540 很开心 但回档格大概三四十块钱 就就很紧张 所以心情就随着这种高价股 每天震荡幅度一二十块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像五几块的股票 那你股价来回振那个三四块钱 那是很正常的事 只是说它放大十倍 它是高价股 可能有时候价差二十三十四十块钱 在一个礼拜之内 心情就随着它忐忑不安 上上下下 搞得自己很紧张 其实我说大可不必 因为我相信 就是说今天经济科 可以报到五百多块 还不被洗掉的人 其实应该都已经报有一段的时间 那我想你对经济科 应该也有蛮多的认识 知道说这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那与其看这每天 一二十块的这种上上下下的价差 搞得自己忐忑不安的 其实你不如就是把 这个眼光放远一点 去看看就是说 明年第一季第二季的 新产品量产之后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那我估计 我估计 行政电脑的处理器 明年大致可以贡献营收 大概48亿 其实大概有 大概50亿左右 但是我就取48 因为48除以12 可以取整数 我们估计每个月 大概会有4亿元的 营收的贡献度 这个只是行政电脑的部分 另外还有 大陆的POS系统的订单 那个量也大 当然那个单价低一点 那量大 对你说贡献度也看得到 塔拉店的一些工业用的处理器的订单 还有大陆很多的新的客户 明年其他的产品 也会跟着量产 还会有新的案子 旧的案子 陆续发生的权益金跟定金的收入 所以光行政电脑 一个月假设平均4亿 其他的加进来 那可能就是5亿 是平均数字 平均数字 那第一季量产的部分 当然一出息小量 第二季开始放量 那平均每个月4亿 不会每个月都是刚好4亿 所以一开始可能比1 2亿 第二季可能拉到3亿多 下半年可能就超过4亿 然后第四季可能就拉到5 6亿左右 他有可能就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拉平平均一个月是4亿 所以后面营收是越电越高越电越高 所以到了下半年 他的营收我估计可能就4 5亿以上 那如果那时候你再回头去看现阶段 每个月什么2000万5000万的营收 你会觉得怎么以前营收那么傻 那因为很正常 因为今年是一个接案 全力金收入的初期的那一年 那你量产 从接案到设计到设计定案 到开光照到量产 前后大概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一个IP股 承接ASIC的一个处理器的设计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 所以今年营收只有几千万是合理的 重点是今年接的案子 那明年要量产 前年接的案子 那明年陆续要量产 这才是重点 所以呢 行政电脑我估计每个月就有 4亿的营收贡献度 那到明年下半年会 整个量会拉上去 那时候就是封装测试 基板 金元代工的产能 如果整个资源度又更强的话 那营收会更厉害 然后这一部分因为 它的IP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估计 它的毛利率量产之后的毛利率高达六成 那这个数字呢 会是世新毛利率32.2%的 接近一倍的数字 因为它的差异在于 世新它本身 用安谋的架构的IP 帮客户委托设计 各种安谋架构的处理器 那个它是要付过路费给安谋 要付全力金 那金元代工的X86的 这个IP 百分之百是自己的 百分之百是自己的 所以它在接受客户 委托设计X86处理器的时候 它是跟客户收钱的 它不用付任何的过路费 给其他的厂商 所以那个利率就高一倍 高一倍 所以如果说到下半年 金预克的营收 拉上去比如说超过五亿 就跟世新 现阶段每个月的营收 高峰十亿 然后目前的营收 大概八亿多 如果金预克追上去 在下半年 追到快要接近世新 然后再隔一年 拉到跟世新同样的水平的话 一个毛利率是三成 一个毛利率是六成 那赚的会比较多的 当然会是金预克 因为毛利率 就是自身的关键 那明年金预克 有机会赚大概四十到五十 然后我说世新 今年前三季赚 16.34 那如果说第四季也赚五块多 加上去大概就是22块左右 那一个22块的 获利的IP公司 股价最高是1325块钱 所以我要问你的是 当明年下半年的世新的营收 如果说也冲到好几亿 而且它的毛利率 如果是世新的超过一倍 那它的获利算一算 有可能比世新高 甚至高一倍 那一般来说股票市场 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就是说 谁的毛利率高 谁的本益比就应该高 很简单的道理 毛利率代表一家公司的竞争力 谁有最高的毛利率代表 它的产品的不可取代性最强 所以毛利率高的公司 一般来说本益比是高的 而且同样的出货营收规模 它赚的会比较多 所以当今年赚22块的世新是1300 如果明年金利科赚的比它更多 毛利率高数到一倍 那你觉得金利科应该多少钱 所以我就说股价终将最上市新 并且将超越 这金利科空间还很大 那现阶段就卡在一个 公司正在办理私募 那这阶段公司也都接末期 什么都不能对外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盖牌一张都不满 并且持续有低就加码 这几天有低我们都持续再买进 就等待好消息来临的时候 我认为创高根本不是问题 前面这个615块的高点 这怎么会是问题 今年3529的力旺 屡创历史新高 刚刚说的3661的世新 飞腾事件前面的1000元 这一波早就已经过关了 3443的创意 这一波也是屡创历史的新高 6533金星科还没过高 也差不多 6531的爱普 股价这一波最高来到625块 看起来离高点很远 但是人家从这一边是一股分割成两股 所以625块还原回去的话 是1250块钱 一也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一堆IP股都在历史新高 或者历史新高的上面 平革过高有何困难 而且明天它有可能是IP股 里面获利最多最多的一家公司 所以说股价现在只有5字头 其他股票我们不比 就比雷同度最高的世新 我认为股价最终将追上 并且超越世新的股价 所以经济科的部分持股 就是盖牌一张都不卖 有机会会持续的加码 明年我认为经济科 仍然是台股最强势的股票 我们的教育成员赚了6倍 我认为后面还有好多倍 我们就拭目以待 然后套话系 明年大主流 月峰 在上礼拜五股价还平平的 礼拜一就涨9% 礼拜二涨3.8% 礼拜三涨4.9% 这费款交易20分钟 这越来越强 然后礼拜四高点52.5 酝酿高的行体 礼拜五推升到51.6% 今天早上推升到54.9% 中场收盘 小涨7毛收54.3% 那这个收盘价 也已经比前面的9月28号的 这一波收盘价的最高纪录 53.8来得更高 实质上就收盘价 只要来说的话 它已经创新高了 那再来就只剩 这一个58块的壁雷争 那我认为要过不是问题 因为强势股通常分装交易 到最后几天大致都会过高 如果它本来上涨就有非常强劲的 基本面座支撑 备份交易只是影响 它一时的上涨节奏而已 那终将要涨的还是要上去 因为它是台湾目前唯一一个 烫花系的上游的粉末的供应商 美国的Warp Speed 就是原本的Cree 它拿到认证 同时下单给月丰 日本的昭和电工是台湾的各大面板厂 上游的零组件的材料的供应商 它也下单给月丰 所以日本跟美国大厂都下单 那原本的蓝宝石基板 在10月份涨价两成 烫花系这个部分因为市场太缺太缺 第三季每公斤的报价90几美元 预期低期一路涨到200美元以上 涨价超过100% 所以我估计第三季的毛利率20% 那到第一季就会上看30% 那股市场超级金法的第三条 毛利率向上的公司股价最标 那第二条是涨价的股价最标 那毛利率向上不见得涨价 涨价会带动毛利率向上 所以这是理哲学 就是说鸡生蛋 那蛋不一定生鸡 就是用理哲学 那毛利往上的股价通常都会大涨 而且明年EPS上看4块半 4块到5块钱 然后加金今天股价 又创150块半的新稿 加金前三季赚多少 0.95 他只是在法说宣告说 未来两三年要扩产 碳化系好几倍的产能 股价就一杯冲天 一杯冲天 这代表市场对于碳化系 第三代半老体这个产业 给非常高的期待 那月峰是越往上游去 本益比本来就应该越高 它是独家的 那毛利率越往上 那明年要赚4块半到5块钱 比加金要多得相当多 那越往上游 本益比应该越高 如果加金今年前三季赚 0.95都可以涨到150的话 为什么月峰不行 所以我就说 这个比加加金的空间非常的大 未来很有机会也是一个 跟当初的汉磊跟加金一样 也是一个倍数上涨股票 所以我还是在想象 就是说我们坚持买的都是精明股 都有最好的毛利率 盈利率 EPS 成长性 根式战率 兼具这些条件 早涨晚涨 都是要大涨 都是盆水 都是一个大波段的行情 然后如果说你有经历科的持股 你非常想要知道 到底这一波段要怎么操作 年底会涨到什么价位 想知道金一科 年底目标价的朋友 欢迎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鼠 StarMax 加入之后 只要留言金一科最棒 加上联络电话 就可以得到金一科的年底目标价 才不会很轻易的 把股票卖在起张点 后面可能少赚的是好几百块 所以说你有经历科 一定要来索取金一科的目标价 只要留言金一科最棒 加领域电话 就可以得到金一科年底最新目标价 等会再来加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那越到年底你在买股票的时候 你的眼光越要看到明年新的产品 新的趋势 股市永远都是洗心研究 越新的东西它会越热门 本一比越高 吸引越多资金进去炒作股票 炒作股价 所以年底你就说要玩新的股票 也有最大的梦 那除了碳化系之外 低轨月星我认为明年会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上个礼拜是趁低党买进的 低轨月星的高价低轨月星的标股 就是三四九一的圣达科 就礼拜五就亮灯涨停拉到180 早上182块 算尾盘稍微压回 但其实这182跟185的高点 其实非常的接近 所以拉回两天崩崩上来 几乎又回到高点 那礼拜五大涨今天拉回 明年可能又轮到它涨就会过高了 那是上去我认为空间很大 因为明年总共有3000颗的低轨月星要上太空 而且目前身体中的总数量高达3.8万颗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 所以现在的5G上网都是用基地台 未来更厉害的是通通通通过卫星来上网 5G讯号通过卫星来传送 就没有任何的死角 基地台也不用那么多 所以这是一个大趋势 那这一块也让它未来六个季度的 微波元件的订单都已经接满 那能见度长达一年半 所以明年势必要大扩产 所以当那种订单能见度越高 然后要大扩产的计划的公司 通常那种股价上去都是一个翻倍的趋势 今年估计赚大概4块钱 明年会翻倍到8块钱 通常这种新的趋势四五十倍的本益比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所以我认为股价空间也是有翻倍的空间 所以这个森达克的部分 不要看今天拉回 礼拜五涨停今天拉回合理 可能明天就准备要过高 另外年底法人最喜欢玩的是三高股 高成长股价高EPS 这种股票年底是最强的 这一场三高的精品标股 早盘一度的打下去 中场就翻红 今年估计赚19到20块钱 明年两大新人民会推升获利上看30块钱 股价250都不到 上看400块 空间都非常的大 所以带大家买的都是最棒的精品股 当然最重要的是如果说你手上有精力科 你真的是很怕被洗掉 不晓得该卖在什么价位 加入我的LINE官方账号 留言精品科最棒 加上联络电话 就可以得到精品科年底最新目标价 祝大家收拾顺利 明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